大家好,我是陈岳 今天我们来聊支付宝母公司 蚂蚁集团上市的一些话题 那么最近呢 这个一系列的事件 所引发的各种争议以及思考 特别是这两天突然又传出 中国最重要的四大金融监管和主管部门呢 都约谈了马云等蚂蚁集团的重要控制人 还有他的一些高管 那么这个事情也在网络上 引发了热议 有一种声音认为 蚂蚁以及他旗下的支付宝等产品 代表了中国互联网从业者 对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发展 那么是中国金融创新改革的实践者 当然呢也是成功者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 蚂蚁集团特别是他旗下的贷款业务 在高科技外衣的包装之下 彻底的使这一只小蚂蚁 变成了一只大马皇 那么把用户的数据通过高科技分控 变成了互联网贷款的一种吸金的手段 其本质呢还是一家贷款公司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围绕这些争议啊 这个话题呢来看看蚂蚁上市的这个高光的时刻 对吧到这个马云在金融峰会演讲的争议 再到呢四部门约谈马云 那我们从这些种种的事件中 试图呢通过这样的这个产数和解读 来看一看中国的金融科技的 他的这个善与恶啊 罪恶和贡献 也许金融科技本身呢 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是一把双刃剑 我们来看马云被约谈的最新的情况 在11月2日的晚间 我们看到了证监会网站啊 发布了一个消息 那么当天呢中国人民银行啊 中国银保监会啊 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 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先生啊 包括呢蚂蚁集团的董事长景贤栋 包括他的总裁胡小明啊 进行了监管约谈 搞金融的一定都知道 对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两会一行一局啊 那么这个中国的监管前的啊 最高的主管部门都出动了 那么这个约谈的举动 是常规的走走流程 对吧 还是呢 做一些敲打的动作呢 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不敢说这个铁口 就说是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体量庞大的蚂蚁集团 即将登陆科创版 还有呢香港的这个股票交易所之前呢 四部门联合出动约谈马云 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呢都是不太寻常的啊 原本按照计划呢 马云集团 这个蚂蚁集团啊 包括马云本人了 那么顺顺当当的 这个这个上市啊 这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这样一次啊 上市的动作 那么呢 在A股融资啊 1149.4亿元 那么在香港的H股融资呢 1336.5亿港元 那么总融资的金额呢 将近345亿美元 也打破了去年 沙特阿美IPO的这个融资 294亿美元的这个记录 而在蚂蚁IPO之后呢 马云本人的身价呢 也将暴涨 升到全球富豪榜的第11位 此外呢 不少蚂蚁的员工也是一夜暴富啊 财务自由 有人算过 假如整个蚂蚁公司 16000多名的这个人呢 这个获得激励 那么平均每个人呢 能分到826万元 这笔钱呢 能够让这个Mai的员工 在杭州呢 每个人呢 买一套283平米的豪宅 那么同样的 这个都是打工的 对吧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 都是上班 对吧 我们呢 最近一个网络热词 叫打工人 我们都是打工人 那么凭什么你的财富 能够自由 对吧 能赚这么多钱 当然这个里面呢 就有很多的这个说法了 我们呢 还在这里工地上面 辛苦的搬砖 搬砖 对吧 那么你蚂蚁集团 做的到底是 立国立民的 这个立苍生的大事呢 对吧 如果是这样的好事情呢 对吧 你赚钱也是应该的吗 那么还是说 你仅仅是 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些 用户数据的 这个用户们的吸血鬼呢 对吧 那么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这只原本的小蚂蚁 就现在呢 变成了大马皇 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我们看到了 这个马云 被四大兼主管部门约谈的 这个显然是非同寻常的 这个马云 这个蚂蚁集团呢 也做出了一些回应 这个显然 因为在网络上 里面发热议嘛 那么作为集团 公关也好 或者是这个品牌建设 各方面吧 那么总归呢 要回应 现在的一些热点 那么蚂蚁集团呢 就他的回应里面 就提到啊 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 与相关管理层 这个接受了各个主要 监管部门的监管约谈 蚂蚁集团会深入落实 约谈意见 继续沿着稳妥创新 拥抱监管 服务实体 开放共赢的 16字指导方针 继续提升 普惠服务的能力 助力经济和民生的发展 那么显然呢 在蚂蚁集团上市的前夕 那么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蚂蚁集团的所有人 对吧 那么因此呢 从回应上面 我们当然能够看到 满满的正能量 那么问题是呢 你这个业务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样的 未来呢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想呢 这个都是这个 网络上热议和争议的 焦点核心 那么 那这个核心 当然就是呢 这个蚂蚁集团 他旗下的贷款业务 中国央行主管金融时报 那近日呢 这个连续 刊文就指出 反思金融科技 他的发展 那么并且点名 马云旗下的贷款产品 而当年在重庆 批给蚂蚁集团 两张网络贷款牌照的 黄奇帆 前市场呢 他之前的言论呢 也引发了关注 11月2号 我们就看到了一篇 署名叫做资深学者 石宇所撰写的文章说呢 对于当前所谓的 最具创新色彩的蚂蚁集团 你穿透 他的业务本质来看呢 他基本上的业务模式 仍然是支付业务 当然就支付宝 这个吸收存款 就是网上银行 浙江网上银行 还有支付宝历史上 曾经形成的客户资金成店 发放贷款 那么浙江网上银行 还有就是重庆颁发的 两张贷款公司 还有花呗 借呗等类型的 类信用卡业务 那么这个是他的贷款 然后呢 货币市场基金 就是天宏基金的余额宝 还有呢 代销金融产品 就是支付宝连接到 余额宝所形成的 货币市场基金 以及呢 其他一些 这个资管产品的代销 那么还有他的保险业务 叫做信美人寿 然后蚂蚁宝 保险代理 以及呢 商业保险高度类似的 叫做相互保 等等产品 只不过呢 是支付宝 这一个非银行支付机构 偏离了他的支付的主营业务 把它扩张成为了 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平台 从而使得蚂蚁集团 实际上呢 已经成为了一个跨界开展 非金融 金融 内金融 以及金融基础设施 等多种业务 成为全世界混合 程度最高的一个 这个金融机构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他的业务本质 那么文章里面提到呢 对于蚂蚁集团 监管者需要思考 和明确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 是否应当尽快落实 这个金融控股公司 监督管理 实行办法 从机制上呢 隔离 实业与金融板块 除了将集团内的 吃牌金融机构 包括像网商银行 天虹基金 重安保险 信美人寿 蚂蚁宝 保险代理等等 那么纳入到金融控股公司的 这个矿 监管框架 那么另外呢 是否还应将所有类 这个类金融机构与业务 如像支付宝小贷公司 那么以及呢 由此交叉 这个融合所形成的 类信用卡产品 像花贝借贝 全部纳入到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 另外呢 是否还应该按照 这个叫做规定同类业务原则 那么对同类的 比如这个业务实质为信贷的 这样的持牌金融和 类金融机构业务呢 进行整合 那么将呢 这比如说将这个花贝借贝 这样的类信用卡 这个业务呢 并入到了网商银行 防止利用金融与内金融机构的 规则差异 进行监管套利 那么分析 判断互相保 这个相互保 网络互助的这样业务本质 如果实质为商业保险 那么是否应该纳入 集团内的持牌 保险机构等等 我们看到 11月2号金融时报 更是刊文说呢 大互联网企业 开展这个金融业务 这个更易触发系统性的风险 文章指出大型互联网公司 进入金融领域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金融业的本质特征 金融业传统上的面临的风险 像比如说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 期限和这个币种错配的风险 以及呢 一些总量和结构性的问题 都会继续存在 短期之内也看不出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大型的互联网公司 进入到了金融领域 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风险和问题 一是呢 这个垄断和不公平的竞争 大型互联网企业呢 可以这个大量的烧钱 从抢流量 抢客户 对吧 入手占领市场 利用直接补贴 或者是交叉补贴 使自己成为一个赢家 那么在兼并其他的竞争者 造成了赢者痛斥的局面 那么第二个呢 是产品和业务边界非常模糊 如果是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开展大量的金融业务呢 却宣称自己是高科技公司 对吧 不仅是逃避监管 更容易呢 是无需扩张 造成风险隐患 那也不利于公平竞争 也不利于呢 消费者保护 不仅如此呢 大型互联网企业 进入金融领域 它持有的一些这个金融机构 从个体上看呢 它的业务范围 地域限制等等 都有明确的规定 但是往往呢 凭借科技或者是网络 对吧 这样的平台来模糊 它的边界性 那么突如突破呢 地域和业务 这样限它的限制 然后再比如说这个 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旗下的小贷公司 不仅从事网络信贷 甚至是信用卡业务 还突破地域限制 通过支付平台 将客户拓展到全中国 对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信息技术的可控性 稳定性 它的风险 大型互联网企业 利用大数据技术 以及平台的这个模式呢 大量的常委用户 提供广泛的金融服务 涉及到对公众资金的快速 大范围的转移 隐蔽性 这个聚合 然后呢 不透明 这个管理 尤其是呢 大数据模型 上存理论的基础不完善 稳健性 较差等问题 一旦发生失误呢 那么触发 触发这个金融风险 或将进一步增加 整个风险处置的难度 那当然另外最后一个 就是数据的泄漏 还有呢 侵权的风险 很多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从事金融业务呢 意味着消费者 各种各种这个金融 和非金融信息呢 就集中采集和暴露 那么大型的互联网企业 不仅掌握消费者的 这个社交购物啊 网页浏览信息 还掌握他的账户 支付存取款 金融资产持有的情况 交易的信息啊 甚至是呢 包括不要说我们人脸识别了 反正各种对吧 然后呢健康监测啊 生物指纹信息等等 非常多的信息 都能够产生关联 那么一旦呢 保管不当 或者遭受网络攻击呢 造成数据泄漏 那么稍这个稍加分析呢 就可以精准的获得 这个客户的画像 导致大量的客户隐私的泄漏 从而造成重大的财产损失 和人生的安全隐患 同时呢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呢 容易导致算法歧视 严重损害 特殊利益群体啊 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是很多的这个 当然负面的 这个不好的地方 对吧 当然我们说呢 他从出生开始呢 这个金融科技呢 就是一把双刃剑 他当然有他便利 对吧 让这个老百姓 能够快速使用 有他好的一面 但是呢 我们在 今天 在这样一个 大家把这个蚂蚁金服上市 吹上天的同时呢 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 的的确确存在的一些 风险啊 我们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的 对不对 那因此呢 我们看到大型的 这个互联网企业 现在呢 已经怎么样呀 就大到了 不能倒 对吧 蚂蚁集团的个人用户 超过了十个亿 那么机构用户呢 超过了八千万家 数字支付交易规模呢 是一百一十八亿 万亿人民币啊 那么其上市市值 可能创下历史记录 前面也谈到 那么一旦 这么大规模 一旦出现这个 出现这个风险暴露呢 那么将引发严重的 风险的 这个传递 其次呢 大型互联网企业呢 他服务的群体的 数量非常庞大 服务对象 常常是传统金融机构 那么这类客户通常 缺乏较为专业的 金融知识和 投资决策能力 从重心里呢 比较严重 当市场出现大的波动 或者市场状况 发生逆转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群体性的 非理性行为 那么他整个的 常委风险呢 可能就迅速的扩散 形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最后呢 我们看到 这个大型互联网企业集团呢 他通常都是跨行业 跨领域的金融产品 相互交叉 对吧 关联性非常强 那么顺周期性呢 更加显著 其风险隐蔽性呢 和破坏性呢 也就更严重 不仅如此呢 由于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呢 他的这个覆盖面很宽 经营模式算法的都都趋同 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呢 就会更加快速 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就迅速的演化成为一个 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另外呢 中国国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际 经济副理事长黄奇帆 那么他曾经就是重庆市的 市长 对吧 那么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 曾经在论坛上面 就对这个蚂蚁旗下的 像比如花贝啊 借贝啊 这些产品呢 他就谈过一些事情 他当时就表示说 马云几千亿元的这个花贝借贝 这个钱呢 先这个从银行贷款 再发ABS ABS就是资产 资产这个抵押债券 那么花贝借贝 30多亿的资本 搞到了3000多亿 放大了100多倍 那这个呢 就是有很强的放大效应 那么黄奇帆就说呢 这100多位的 这100多倍放大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他提到了贷款没问题 他30多个亿 对吧 1比2点几的放贷 银行给他五六十亿的贷款 形成90亿 90亿左右 然后呢 他去资本市场呢 搞ABS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常规的资本市场 发ABS呢 是没有规定循环多少遍 对吧 赚多少轮 这样一个要求的 那么常规的一个小的金融机构呢 如果放10个亿的贷款 再去发ABS10个亿 然后再放出去 可能要一年的时间 那周期比较长 那么他循环三四次 已经这个两三年过去了 对吧 原来呢 第一轮的资产早就被收回了 他说呢 这个但是到了互联网 这个上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 说你只要有90亿的资金进来 三天时间就发光了 对吧 那速度太快 规模效益太明显 那么发光之后呢 你又形成了90亿的贷款 对吧 所谓的贷款呢 就是这个形成了借债合同嘛 就债权嘛 这个对吧 资产 然后呢 再去把这些东西呢 去发ABS 那么马云90亿发了40次 形成了3600亿 就是这样的放大效益 所以当时还出现一个争论 说这个央行 说你这个不行啊 你这太高了 那么央行呢 当然就是正 央行肯定是从监管角度讲 肯定正确了 对吧 你发贷银行 说的 说我没错 那我一比二点几 那么证监会呢 当时呢 也参与一起研究 发现蚂蚁金服呢 也没有违反 全世界证券市场 发ABS的规定 因为呢 从来没有说过 发多少遍 多少轮 这个在互联网上面 就是一些新的现象 后来大家一商量呢 那就发五次 对吧 黄奇帆说呢 马云的花贝借贝 都是他在重庆的 这个资本 那么从30多亿 放大到100多倍 放大到了这个 200多亿 然后呢 再放大到这个银行贷款啊 以及非常多次的ABS的融资之后呢 就形成了几千亿的规模 所以我们引述这个黄奇帆 他曾经的这些回 这个说法 包括呢 怎么怎么玩的吧 这里面的游戏规则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那么我看完之后呢 就是两点印象 第一个呢 就是美国次贷危机里面的 各种金融衍生品啊 就是放大放大再放大 当然他可能通过房地产市场 反正各种 性质 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最后呢 在美国就爆发了 08年的金融危机 波及到全世界 那么对经济呢 造成重大的打击 对吧 这个是我第一个联想到的 就是放大放大 那么第二个 给我的直接的感觉呢 就是 这当然有点玩笑了 就是邓紫棋 他唱的一首流行歌曲 叫什么呀 泡沫 对吧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东西呢 泡沫呢 一旦出问题呢 一戳就破 而且呢 连环性的爆发 所以就蚂蚁集团 你旗下的这个主要的产品 信贷业务角度来说 你从30多亿 通过金融操作之后 放到了几千亿的规模 如果这个还不叫泡沫 那我不知道 什么叫泡沫 对吧 而马云呢 最近成为讨论的焦点呢 其实就要提到 他在最近的这个 金融分会上的演讲说起 就是一篇演讲 然后呢 传遍整个网络 所有人都在看 所有人都在评论 所有人呢 从不同的角度呢 来分析 来探讨 对吧 马老师怎么了 对吧 或者马老师他想表达什么 马老师呢 是不是大嘴巴了 马老师是不是 吃了饭砸了锅 对吧 反正就是 如果按照正常呢 本来来说 可能在这个 当家不闹事 或怎么样 就是说你 现在啊 蚂蚁上市前夕 固执这么高 对吧 都是所有的目光 都在盯着你的看 对吧 你的一举一动呢 一定会成为焦点 那你现在呢 就没声发大财得了呗 你就让他好好上市 后续接受监管 好好规范 不就了了吗 但是这不是马老师的性格呀 对吧 马老师的性格就是 这个要说 必须得说呀 所以呢 他就在金融分会上呢 就侃侃而谈 谈了很多 那最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焦点 那然后呢 我不知道 这两天被中国的四大金融主管部门约谈 是到底跟这个关系呢 有没有多大关系吧 我们都是这个外面的人 我们也搞不清楚 对吧 但不管怎样呢 这个马老师还有他以及他的蚂蚁呢 最近是接二连三的呃 成为了焦点 而这个事情呢 就的确 他的转变呢 就是从他的在峰会上的一个演讲谈起的啊 开始的 那么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在10月24日呢 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分会上 就以这个联合国数字合作 高级别学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的身份 做了一篇演讲发言 那么他在发言当中指出呢 说在数字货币即将对金融产业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 中国金融业目前呢 仍然是青春少年 他提到呢 因此没有什么系统性风险 此外呢 他还呼吁 该产业的应该摒弃当铺思想 旨在推动创新 马云表示呢 亚洲金融分爆 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金融的控制 如今的趋势呢 是越来越越像是只讲风险控制 而不讲发展 这就导致今天世界出现很多问题的根源 他把这里面的慢慢慢慢的 马老师的发言呢 就开始转向了对金融监管的 不是不满 他其实对金融监管的 我个人看法呢 就是指教或者是批评 那么具体体现呢 就是旨在控制风险的 所谓的巴塞尔协议 导致了欧洲在数字金融 金融数字化创新方面 受到较大的限制 而中国的问题呢 刚好相反 他认为呢 就是中国金融本质上呢 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中国金融业和其他 刚刚成长起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 仍然是青春少年 对吧 没有成熟的生态系统 而且呢 没有完全流动起来 因此他说呢 这个中国目前需要呢 是建立健康的金融系统 这点呢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不同 马老师指出呢 这个今天的世界 很多问题都只能用创新去解决 创新一定是付出代价的 进行没有风险的创新 就是在扼杀创新 那么这个过程呢 没有人带路 但是需要有人担当等等吧 那么具体体现呢 就是不能因为 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的 P2P 而对整个互联网这个技术呢 对金融的创新给予否定 这里面呢 就谈到了一个过去几年 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呢 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这个争议吧 那就是P2P P2P呢 就是互联网金融 那么 那么它的里面的一种业务形态啊 虽然马老师认为 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 但是P2P呢 在一定程度上 过去几年里面呢 人们一谈到互联网金融 就想到P2P 一说到P2P呢 就认为这是互联网金融 似乎两者之间呢 已经是就合在一起了 根本分不开了 而且呢 P2P呢 造成了什么呢 就是非常的 整个科技啊 就是互联网技术呢 对金融体系呢 进入金融体系之后呢 步欲横流 对吧 那么造成了整个的中国金融 这个互联网 就是线上金融呢 是乱七八糟 最后搞的呢 是整个行业呢 就被搞死了 那么很多人呢 借此去捞钱呀 就骗钱 然后非法标的 非法募资 然后呢 各种支付机构呢 在里面呢 也是上下其手 最后呢 导致非常多的老百姓的钱呢 就被投到了各种机构里面去 最后就取不出来了 那么也引发了非常多的 所谓的这个P2P的高管们 变成了什么呀 非法吸储 非法集资的这样一个案件 平发 那么这是这个这个这个 吸储这一部分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放贷 放贷的部分呢 出现了非常多的利率 奇高无比的 短期的这样一个贷款 那么这样呢 就是高利贷公司 那么各种高利贷套路贷 对吧 从而呢 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让很多人呢 受害 成为受害者 最后呢 变成在贷款的无限循环里呢 甚至出现一些人 自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非常的悲剧 所以整个所有的事情呢 不能过度 不能绝对化 不能唯利是图 不能这个为了赚钱 这个甚至什么事都干了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今天的马老师呢 马云先生呢 他的发言里面呢 就认为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也是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议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 你全部都给丢给其他公司 都丢给 都是其他的 对吧 只有我的是的 其他都不是的 这个呢 就是看在别人的眼里呢 有点呢 这个得了便宜 还卖乖 那你说 当然了 他的那个马云 这个这个蚂蚁集团呢 他的贷款业务呢 利率并没有那么的高 对吧 但是他一般情况下呢 也并不是特别的低 这一点呢 要非常 说的非常明白的 他也并不是特别的低 18% 16% 百分之十几 那这里面可能我不确定 他到底是多少 但是呢 他大概呢 这个是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中间吧 那么这样的利率呢 短期呢 这个 大概 他和真正的百分之几十的高利贷呢 可能稍微低 但是呢 他放在一个超大规模的 这样一个 贷款的额度上面来看的话 那么他很多的利润呢 是从这里面产生的 那么你说他业务形态上呢 他无非就是一个利率的差别 对吧 剩下呢 就是你的分空技术到底能怎么样 你的数据源到底有多少 这方面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看到 马云呢 在谈话里面明确的指出 P2P根本不是互联网金融 那么这句话呢 就是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切割 非常清楚的切割 其实呢 我知道的很多朋友呢 对他的这样一种说法呢 是不以为然的 那么他还谈到呢 至于中国的金融业在推动创新方面 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作用呢 马云表示 这个银行目前延续的仍然是档铺思维 思想 对吧 通过这几年与很多企业家交流 中国金融业的档铺思想是最严重的 这是马云先生的看法 他提呢 他提到呢 要么使企业承受压力过大 要么使这个负债激增 激增对吧 最终呢 导致很多好企业变成了坏企业 对此需要借助如今的技术 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档铺思维 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啊 等等 那这是马云的看法了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认同 此外呢 马云还指出呢 这个新冠疫情倒逼人类社会进步 对吧 他的这个影响不亚于二战 那么各方呢 应该思考如何这个数字货币建立新型的金融体系 以及思考未来如何进行全球贸易等等 旨在呢真正解决世界贸易的可持续绿色和普惠的问题 那当然了 他作为一个这个非常的中国的知名人士 甚至是全球的知名人士吧 那不管是在淘宝呀 推动全球贸易 阿里巴巴包括支付宝呀 包括蚂蚁呀等等 很多事情上面呢 他可以从他的角度来阐述 包括什么普惠金融啊 绿色金融什么 但是呢 互联网的特点呢 金融科技的特点呢 是普是挺普的啊 就所谓的普就是普及嘛 那大家都可以通过APP怎么样 但是你真的很优惠吗 这一点的话是需要 说实话 我觉得呢 是需要去好好想一想的 你的贷款 如果15%以上的利率的话 年化利率的话 你觉得真的很优惠吗 我们在民间的话 一年差不多 也可以接到 对吧 反正这个我就不深入了 总归呢 这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吧 那另外呢 比如说淘宝 你一直宣称他 支持多少人创业什么的 那你想想 在淘宝上面的卖家 在早期的时候 有多少的假冒伪务商品 又有多少的偷税漏税呢 又有多少卖东西 开发票的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呢 就是说 过去了就过去了 那么当然了 都认为是电子商务 科技发展等等 对吧 保持着一个 监管红利的一个时代 那么对此呢 其实监管上面呢 是获利很多 但是呢 你今天是不是有 这个吃饭砸锅的情况 是不是 所以在马云的演讲内容中呢 对包括 我们前面提到 P2P在内的金融科技产品 提出自己的看法 甚至是呢 这个明确的界定和切割 特别是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呢 有诸多的批评的这种声音 那么 这也让呢 众多的从业者认为呢 马云通过中国的监管红利 也就是对支付宝和蚂蚁旗下的贷款的支持成长起来 眼见呢 要通过超大规模的上市 那么马云呢 和这个蚂蚁都会成为这一次蚂蚁上市的最大的受益者 但是此刻呢 却把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不好的结果呢 都推给了监管机构啊 你们没搞好 对吧 然后呢 把金融发展过程中负面的呢 这个这个负面的结果呢 就把它做切割 然后把它推给社会和普通的消费者来进行承担 那么最后呢 就只剩下马云和他的蚂蚁集团摘取最大的果实 成为最后的最大的赢家 对吧 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吧 也有不少人呢 就抨击 说这个马云的发言呢 和他的做法呢 是吃完饭砸了锅的做法 实在不妥当 而现在的马云和蚂蚁被约谈 包括上市之后 对吧 也必定呢 会被纳入这个监管当中来 那么对这个事情本身呢 这个不同的人呢 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吧 我们也必须说 今天呢 我们可能讲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但是呢 网络上还依然依旧有很多人呢 觉得支付宝对中国支付的贡献 然后呢 这个包括芝麻信用啊等等 很多呢 他觉得这是一个科技金融 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方向 是中国金融业弯道超车的一个重大机会 那么这个呢 当然也是另外一种声音 各种声音都有 那我们就看到了 对吧 我就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 很多朋友呢 关于这件事情呢 有不同的评论 那么特别呢 这个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就是这两派的声音 甚至呢 这个彼此之间呢 出现了 大家这个吵成一团 有的人就极其支持 有的人呢 就非常反对 那不管怎样吧 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在标题中的这个问题 就是呢 未来的蚂蚁啊 这一只曾经我们以为很小的蚂蚁 那么会不会变成一只很大的吸血的马黄呢 对吧 那么对此呢 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